作词 李宗盛 西地亮夜是无人可提笔 星星像哪怕是永久坚定 现在知道永远 别小看我三十六几十一点一滴累积 哪怕你太闪牙定我却要把你挪一 请看我那三十六几十动靠只会话语 哪怕就能来出大 我要把世界转移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全身方兮兮的 好臭啊 我也和你一样啊 今天又被那低嫩儿撞倒 害我跌了个狗吃屎 还在街上溜达了一整天 你是谁 快放开我 为什么捉住本军师 你会说话呀 你是什么东西呀 放开我 你捉住好痛啊 别怕别怕 我带你回家吃东西去吧 快到家了 小狗狗 放心 我会好好带你的 快闪快闪 充电小狗狗狗 这声音就是尽早把我弄成这个模样的小混混的声音 跑狗不挡路 果然是那个小混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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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迟钝 你给我站住 你干嘛骂我是狗 我说挡路的是狗 可没说你哦 不过 如果你要那样认为 我也没办法啊 怎么又是你个丑八怪啊 哎 阴魂不散 低灯儿 小混混 撞倒人家还骂人 低灯儿 小混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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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天啊 他们怎么对付你 弱智低灯 超低灯儿 这个女同学好暴力 好残忍 好选心啊 对啊 好恐怖啊 别惹她 不过好像在学校里面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啊 到底是在哪一个班啊 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哦 哎 哎 那 那是我们学校的制服 喂 你们等等啊 不要误会啊 还没有去学校 我苦心经营的数据许项又被破坏了 都是那个低灯弱智而害的 这不是刚刚搬来我家对面的小女孩吗 你小妹妹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会不会是受伤了 让叔叔把你看看好吗 哎呦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 来来来来 叔叔请你吃东西啊 嗯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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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狗了 干嘛给我狗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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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别哭了 再哭就不美了 你帮你妈回来了 关太太 关先生 你们回来了 叔叔先走了 别哭了 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送给小龙的礼物吗 怎么会躺在门外 让我帮你进去 那个姓忠的费费 竟然敢让我们家的阿娇哭了 是啊 从来没人敢欺负我们家宝贝 他们不知道我们姓关的厉害 忠费费 你们三贩两次踩到我们头上来 我们是对上了 看婚人怎么收拾你 看婚人怎么收拾你 不如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堆胶皮 那他们一早出门的时候就会摔个板子 哈哈哈 那么烂的方法你都想得出 你确定你是姓关的 嗯 对啊 这样子 这样子计谋是白痴了点 一点都不能显示我们姓关的聪明机智脑袋 嗯 这样吧 不放胶皮 不放图丁 怎么样 开玩笑罢了 正好了 那个钟贝贝不是在家面店做师傅吗 不如在他做面的面粉里动手脚 对啊 听说他这份工作已经是第十二份了 如果让顾客吃下有问题的拉面 老板娘还不叫他打包走人 哈哈哈 太阴险了老公 回你还想得出这么恶毒的方法 哈哈哈 嗯 那我就去准备世界上最恶毒的材料了 我真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呐 哈哈哈哈 没有了工作 总贝贝一定会抓狂的 他那个美女老婆也会弃暗透明的 到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你是这个没用的男人 滚一边去 哎 哦 你好有男子气概啊 我喜欢 明天打货电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 愿意原谅我吗 我实在是太高明了 不行 我受不了了 得打个电话向钟飞飞示威一下 快 上 快 上 快上 什么声音 糟糕 敌人来吐气了 上 闯着干啥 什么呀警官 把你吓得一个不留 打死你 打死你 吵死了 早不响晚不响 这边在最紧张的时候才想 不管了 打完再说 哎呀 失误了 都是电话害的了 哪一个不失去的 这么晚了还要打电话来 这副图里人为什么不对 太巧了 不行了 肚子好痛 一定是我打游戏打得太紧张了 那又是什么声音 为什么一直响个不停 哦 声音从这个东西传出来 哦 难道这个小东西竟然可以藏人 明天我要让你好看 等着受死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孙志 何人在里面 不要鬼鬼祟祟祟躲起来 快现身 想扮狗来敷衍我吗 那我就跟你斗大声 看谁的赏门够大 我要让你好看 还要你惹麻烦 哈哈哈哈哈哈 岂有此理 大胆狂徒还不快快现身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狗也想学人讲变话 你这丑八怪不是蠢 还爱作怪 你说谁是狗 真是没有教养的东西 谁说我没有教养 哼 有教养就不会随便骂人 哈哈哈哈 明明是狗 还说自己是人 你这丑八怪 不只爱作怪 还有神经病啊 哈哈哈哈 大胆雕王 你才是宁病 我神经病 你看 这明明就是狗耳朵 你还说自己不是狗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 你 你会说话 你听到我说话 你真的听到我说话吗 你真听到我说话了 会说话的狗 不 狗 狗是不可能会说话的 快说 你是哪个星球来的怪物 来 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别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外星人 打算侵占我们地球的计划 什么外星人 你在说什么 小龙弟弟 你听我说 只是说来话唱 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怪物 更不是一只狗 我是人 是来自1600多年间的狗人 我名叫孙智 本是堂堂的无国军师 当时我被一个刺客追杀 阴差阳错之下 才会来到这里 应该说是被一道怪公欺验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真是太奇怪 太奇怪 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我以一个狐狐像的外星 来到了未来的时空 而且 这两天来 一直没有人听得懂我说的话 不过 现在你终于听到我说话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谢天谢地 天无绝云之路 小人队队 到哪去了 终于听完了 肚子也不再痛 真是太舒服了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我说了这么久 你竟然一句没听进去 亏我还说得这么详细 没听进去又怎样 诶 对了 如果你不是外星人 那你又是什么 诶 难道你就是那只拥有 超级人工智能的机器狗 杂志也有报道过的 张力 嗯 坐下 嗯 怎么没反应的 难道要说英文吗 嗯 算了 让我看看吧 电源开关在哪 本君是很怕牙 你是公的还是母的 就他对本君是无理 咦 怎么没看你开关呢 哇 现在的技术真是越来越先进了 难道是内建式电源 不可能 一定有个插头或接口什么的 嗯 又疼起来了 难道我吃错了什么 还好他走了 哎 这小娃真爱捉弄本君是 我该怎么向他证明我的身世 怎么说他在相信呢 可是 不断断要一个只有九罪的小孩 相信我是来自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想必有些困难 嗯 什么声音 难道是刺客找上门来 嗯 嗯 嗯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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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终于打工告成了 明天信中的费费就有好看的了 老头先去将仓库收拾收拾 也被我们的宝贝阿娇发现了 这是什么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他要去哪里 怎么还背着个大布袋 这人鬼鬼祟祟的 他要去哪里 跟上去看看他玩什么花样 当今半夜背着个大布袋闯进别人店里 还有什么企图 为什么他要把袋子掉包 让我来为大家解释 首先试一试 味道不错 永远永远 万一被客人吃了就不得了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阻止他 就先做个记号吧 这事既然被我孙母人撞见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行 小龙 小龙 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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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第一面店那不是我爸工作的地方吗 怎么可能你这机器狗越说越离谱了 有个方法可以证明我所言不虚 快给我一盆水 别插开话题 快告诉我你怎么证明 我就不信你可以骗我 其实我具备预知能力 不过只局限于一日之内发生的事情 你这机器狗又在吹什么牛 欲知未来 懒得理你 去打完最后一关 混账小娃 你当本军师是信口开河之辈吗 此事关系到你爹的安危 快拿水来 依照我在水里面看到的预言内容 明天早上九点 在你爹的面店前将会降下白色的鱼 什么白色的鱼 别唬人了 简直是无聊华一家超级白痴 我相信你的是无毛乌龟啊 我的预言从来不会错 你不相信的话 等到明天自然水落石出 说谎还要装正义 那我问你 下白色的鱼和我爸的安危有什么关系啊 你等一下 让我看看 糟糕 我的法力怎么会失灵呢 别糟糕作样了 机器狗也会说这种谎话 一定是假货 你不相信我 你要去哪儿 你很吵 不和你说了 糟糕 得想想办法 万一被客人吃下有毒的面就不得了了 我孙某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 就这么办吧 听说 沙眼屈凉等伴随 寒暑中怎样以为 不管时间雨天天气 我都愿与你相随 存在不再不累 不但也挺不高兵 海中微笑 眼泪心跳